你开滴滴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泡妞 而这位小哥开滴滴差点把世界给搞毁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林我是穷哥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部精神电影《暗夜獠牙》 故事发生在喧哗的美国 普通人不知道的是所生活的领土 将近被吸血鬼种族分为六块领域 而他们的相貌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再加上他们只在夜间出行 并不会与人类产生什么矛盾 一天夜里维护人类安全的主管胡子哥和你有正打算约会 结果突然被骑出一个领土的反派老大给狙击 但根据和平协定 各个吸血鬼不能踏入对方的领土 这也被他们称之为禁地 但这个反派竟然固然暴露在胡子哥的眼前 而胡子哥也察觉到事情有所异常 立即让女友开车心情离开 自己则独自一个人下车查看 想要警告对方不要在自己的地盘上乱来 结果没有想到反派直接生动机器 将胡子哥的女友劫持 而胡子哥在仓库中也发现这些兄弟几乎都被反派 常常杀害了 倒挂在房梁之上 另外一边还在上大学的男主在学校中十分的普通 一心只想赚钱能够让自己自作的唱片发行 而男主的哥哥正是胡子哥 等男主放学回家 发现哥哥正在方向导备整理东西 而哥哥正想去找反派算账 于是原本代价的工作就交给男主替自己完成 反正只要不要露心就行了 只是胡子哥不知道这样一来更加让男主陷入到危险的境地 一想到又能赚钱又能开豪车的男主在公路上急迟 很快在一晚便抵达了乘客的家中 其中一个美丽的金发妹率先出来 或许是漂亮的龙帽性的男主 男主瞬间表现了有些不知所措 有点像吊丝男见到女神的那种感觉 而当第二个女孩左翼出现后 三人就起程出发了 相比金发妹 左翼就显得十分的霸气 是一眼看上去就不好留的类型 左翼十分严格的交代了任务 那就是必须在天亮之前在五个地方打卡结束 等第一个目标地点到达后 两个女孩并迅速带上影罩 进入到盛大的派对场所 路场却则是一块红色的宝石 男主显然无视在车上睡着了 等显然后发现场所竟然变得异常安静 觉得十分的奇怪就下车查看 结果竟然捡到了一块红色宝石 而这个路场却则是由远处的一辆车子上的神秘人投射的 不过此时的两个女孩似乎已经结束了某个任务 让男主迅速出发到第二个地点 这次男主趁着两人离开偷看了主意的手机短信 感觉有些故意竟然还提起了哥哥的名字 立即打电话给哥哥留言 不过这时候的胡志哥可没有空 还在召集队友准备救回女友 而好奇心驱使着男主继续翻看主意的包 结果发现了满满的一袋现金 只是底部的现金却沾满了鲜血 此时有警察来到地下室内循势 男主由于害怕立即下车躲进了酒店内 而前台小姐姐则对男主的到来产生了怀疑 似乎酒店也是会员制 没有预约则不能入内 而男主唯一间露出了那块红色宝石 被前台小姐姐看到后立即转变了态度 亲自将男主顺着左翼他们所在的楼层 整个酒店的设计都十分的诡异 而当男主打开面前的大门时更是吓得带住了 自己大脚的两个女孩将大块左翼的吸食者献血 同时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曝光了 不过两个女孩表示赵军猜到了 此时被绑起来的男主还以为是什么游戏呢 等他发现自己对面的好友赵军失去了生命体征后 才知道自己落入了恶魔的圈套 生气的赤折者左翼 这里是进去不得杀人 但结果还是GG了 而男主也趁两人不注意胡说逃离 结果刚到地下室又被蹲着的警察大叔抓了个阵长 只是警察似乎也知道酒店内的诡异事情 还想要将男主关进后备箱 好在左翼和金发妹出现将男主给救了下来 毕竟两人需要司机带领他们去往下个地点 话说男主这开地地当个司机还能遇到这么多刺激的事情 另外一遍 反派在自家豪华别墅内享受着新鲜疏顺的食物 原来他将优质学的人类都关了起来 随时取用 等补充完能量后他就开车出门了 来到另外两个姐妹吸血鬼的禁区 两个姐妹还为防派是来拉拢他们一起破坏规则的 结果没有想到防派是来索命的 原来防派招进计划好了 派左翼和金发妹却取决了三个派系 而至极解决了另外两个 就不会有人来干扰自己 承拔视觉也行 至少要引出胡志哥也是为了阻挠人类干扰自己 结果等胡志哥发现防派目的的时候已经晚了 门户都被清理的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男主三人抵达了第三个地点酒吧 还在这里遇到了排队等候的同学忙 只是同学们压根看不起男主 此时的金发妹出来解围 不仅热闻了男主 还命令保安将他们安插到队尾重新排队 酒吧案内的狂欢令男主看傻眼了 同时胡志哥也带着手下找到了此印 不过这次左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三人被夜行军团围重 正当夜行军团的老大想将左翼执行死刑时 男主用酒瓶敲晕了他 瞬间扭转了被动的局势 而男主的手也被划伤了 不过比起失去强命这不算啥 于是三人胡说的他立了酒吧 而此时的胡志哥也在人群中看到了地点 正打算追上前去 被一个不知轻重的吸血鬼给拦住了 不过胡志哥这时候才难得废话 直接将匕首插入了吸血鬼的心臟 吸血鬼瞬间灰飞阴灭 同时城内的夜行军团也发来了邀请 想要和胡志哥一同作战 另一边三人为了避免追击 只好战刑躲入了男主的家中 男主的奶奶还以为是坏人 差点误伤了男主 金发妹热心地帮他爆炸 还参观了男主的卧室 对他的音乐表示赞赏 正当两人你能我能使 左翼打破了甜蜜的范围 三人重新出发前往下个地点 而胡志哥也抓到了防派的邀请 之上一人来到了餐厅赴约 两人没有谈了 胡志哥直接一枪射击了防派的脑袋 结果啥事也没有 防派可是不死吸血鬼 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同时反派还告知胡志哥 面前的餐厅中证实他的女友 胡志哥听完后差点晕了过去 此时的男主三人也来到了最后个林地 其中的吸血鬼大高个 对他们已经产生了怀疑 先行支开了男主和金发妹 两人正好借此机会在与吃盘聊天 互表心意很快进入到残眠 另一边 左翼继续找机会想要杀死大高个 当然结果都失败了 毕竟大高个在今有了防派 两方陷入到混账 左翼也不小心受了伤 他也按此时缓缓升起 好在男主车开得快 迅速抵达了最后一站 金发妹让他离开 毕竟最后一个场所正是防派的家 但男主犹豫不决 因为自觉的哥哥还在防派的手上 最终男主妄想哥哥借给自觉的豪车 思考着什么 还是决定踏入到别墅 他先是进入到地下室 看到了许多人类被关在了一排排玻璃掌柜中 而胡志哥也在此 正当男主举起他的匕首准备打碎玻璃时 防派突然闪陷在男主的背后 十分轻易的将男主给抓获了 看到这个场面的金发妹都呆住了 不是叫你离开了吗 怎么又自己进入到虎穴中 不过防派战士还不想杀掉男主 还希望男主也加入他们一起主宰世界 但男主怎么可能妥协 他提出一命换一命 想要自己勾勾幸存 这可真的是兄弟情深 当然实际上他是想做最后一搏 结果还没有拿出匕首 就被防派给发现了 差点把男主的手腕给捏爆 此时的防派可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就想将男主给榨干 好在金发妹挡在了男主的身前 暂时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而左翼见到金发妹护着男主 有些不开心了 两人发生了争执 毕竟是左翼给了金发妹永生 还带他一路过关传六将 眼镜叫霸占世界了 这时候的金发妹选择推出 实在太让自己失望了 于是在争吵中 防派将匕首递给了左翼 左翼顺势就将匕首 刺进了金发妹的腹部 金发妹受伤倒地 数料姐妹情就此结束 好在出面的男主留意一手 原来他在进入到别墅之前 就在汽车上做了手脚 将石头放置在油门处 利用手中的车钥匙启动后 汽车直直地撞向了别墅 由此别墅的窗户直接挖起 阳光也随即清洒下来 而左翼的位置十分不凑巧 瞬间就暴露在阳光下 在一阵痛苦的声音后灰飞烟灭 此时的胡子哥冲破束缚 告诉男主这是个圈套 结果还没有等男主反应过来 就被反派咬中了脖子 最终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金发妹冲上前 助攻胡子哥 最后顺利将反派暴露在阳光下 等到一切结束后 男主已经获得了永生 和金发妹仅仅相拥 但男主成为吸血鬼后 便无法在白天出行 成为了异形动物 并且对人类学的渴望越来越重 最终他和金发妹 联合称霸了吸血鬼的领地 而胡子哥也提醒男主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功 应该也是害怕男主 会像反派一样上述本性 当然最后男主也留给哥哥一份礼物 正是当时在车上 发现了满满一袋现金 看完这部电影怎么说呢 但凡有反派想要称霸世界 一般都是悲惨的结局 而男主这个菜鸟 本来只是当一个弟弟世纪 没有想到却卷入了这场纷争 还差点把世界给搞毁灭了 当然结局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 这是什么鬼 是为了让男主和金发妹 在一起而创造的结局吗 噱头很足 但内容不足不然会更好点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